怦然心动20岁第三季 有个素人男生笑起来有点像张灵鹤 没有错 他就是钱一丰 至于素人这个概念 也是相对来说的 都上节目恋爱了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素 钱一丰个人资料简介快来了解一下吧 图一 钱一丰个人资料 姓名 钱一丰 代号 小丰 性别 男 生日 2001年 爱好 说唱 篮球 本科大学 上海师范 专业 广告学 未来计划 前往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读研 预计读研方向 传媒 以上信息参考 怦然心动20岁第三季 第一期 钱一丰个人介绍 排序列调整 图二 这是演员张灵鹤 对比图一 还是有几分撞脸的 然后 这是玩篮球的张灵鹤 不笑出一口大白牙的时候 和钱一丰也没有很像 这是打篮球的钱一丰 篮球作为一种荷尔蒙运动 很多男孩子都接触过 甚至是喜欢 据钱一丰在 怦然心动20岁第三季中所说 从小学五年级 他就开始喜欢上打球 甚至通过篮球特招 跑进市重点高中 上了大学 在院队里面继续打球 虽然斩获过许多荣誉 但是没有和队友们拿下一座冠军奖杯 在他的青春生涯里 既让他骄傲 又让他有点遗憾 抛开篮球话题 怦然心动20岁第三季 到底是一档恋爱综艺 钱一丰个人资料最后一项 必须聊一聊 有好感的女生是谁 包括且限于节目中 她就是一开始 和钱一丰互动较多的叶淑婷 好奇长相的看上图 就外表来说 钱一丰的理想型 就是妹子这样的 也没有遮遮掩掩 叶淑婷第一次录制 怦然心动系列 对钱一丰印象并不差 但也想了解一下别的男生 钱一丰最后会不会和叶淑婷亲手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